它在全球范围的高速公路、普通公路、所有公路挑战燃油效能 汽油价格在世界各地上升的同時 它依然是燃油效能最佳的小型房車 同類車中率先使用1.4公升波輪增壓引擎 高性能、低油耗 難怪它在全球60多個國家都是增長最快的品牌 在本國同受歡迎 全新Chefrolet Cruze 同級車系中最省油 超越一般駕駛 Cruze 好,來到投資者的時間 立即看看今早上最新的經濟數據和企業的業績 Ronald先看兩間加拿大銀行 TD Bank和Royal Bank 今早公佈了業績 先看TD Bank方面 第一季盈利15.4億加元 比去年同期13億 每股賺1.74億加元 好過市場預期也好過去年同期 TD同時也宣佈會增派股息 每股是66線 另外在Royal Bank方面可以再看 Royal Bank方面 他們第一季的盈利其實都不差 上升了兩成三 Ronald其實看到兩間的銀行出來的業績都挺好 沒錯,兩間銀行的業績都是非常理想的 如果你留心看看它為甚麼好 主要有幾個部份 例如消費者Consumer方面的貸款 或者業績是非常理想的 沒錯 這個同期來說 就等於說一些人對 一般來說消費者Consumer的借貸 來說都是跟樓宇案協有關 這個也是對銀行整體經濟的影響有好處 但是那個Hollower方面反而跌了少許 Royal Bank方面 這個就不太好 但是整體兩間銀行都有這麼好的消息 我們都非常鼓舞 是的,特別看到TD要增派這個股息 去到66仙 加了5仙的銀行股 對投資者來說也是一個好的消息 因為很多人買銀行股票 除了穩定性和保值之外 很多人買銀行股是用來做甚麼呢 是穩定的定期收入 像派息那樣去維持它的利潤 這個加這個股息對整體都是好的 除了兩大銀行今早公佈了業績之外 另一間有公佈業績的加拿大公司 就是Canadian Natural Resources 是一間在卡卡里維基地的一間資源公司 業績就不太好 不太好 第四季虧了41600萬家元 每季虧了3毫8指 跟去年同期比較 去年同期都還在賺錢 不過原來這個雖然是虧錢 不過仍然是加股息 是 可能因為這個虧錢 未必跟操作運作有關 可能有一點跟外匯的房東差價 你知道去年外匯 美金和家元都有很大的變化 在那方面有十多二十%以上的損失 這方面令到它有損失 這不等於公司運作不好 所以加股息也是有一個原因 還有稅務上的問題 也會影響到這個季度的表現 雖然是虧錢 不過如果扣除這些稅務的開支 其實表現也不是太差 再來看看經濟數據方面 美國今天公佈了上星期的新申請領事業救濟人數 數字也是不錯的 減少了二萬人數到三十六萬八千 好過市場預期的三十九萬八千 連續兩個星期了 沒錯 這個數字其實人們都想繼續跌下去 再加上接下來 有更多消息出來 給了一個非農業的指數 或者是那個叫做集業指數 不是失業指數 都會陸續公佈的 如果這些數據都是好的話 再加上現在最剛才說的 其他銀行股出來的業績都不錯的話 看來經濟對我們的打擊慢慢淡化了 是的 其實我知道市場的焦點 其實大家都集中起就是明天 明天美國有很多的消息數的機會公佈 剛才說過就是非農業職位 還有就是美國最新的失業率 其實都會在明天早上公佈 其實再加上現在市場的其中一個焦點 另外就是利比亞方面的局勢 都是大家要看著 其實未來後市會怎樣看呢 我覺得利比亞的局勢 如果慢慢淡化了來的話 如果整體的經濟 在實際裡面是有一個增長 尤其是美國經濟的話 我覺得是比較樂觀一些 是的 但看看美股的未來指數 今早其實三大指數做得挺好的 現在看到道指和納指方面的升幅 今早做的未來指數都在挨近 是百分之一 標普方面都升超過百分之一 今早美股開出來應該都不會太差 是呀 你看這個指數前幾天當然有少許的回跌 但它能夠指到跌向上升 是一個挺好的預錶 在技術方面來說 S&P來說已經是超過 即是可以在1300點以上維持到 這個沒問題的了 是 再加上道指數來說 都是在12000點以上找到一個支持位 這兩個等於股票來說 都是整股市來說 只是維持一個向上的走勢 希望除了一個向上的走勢 有一個動力 可以繼續有信心入市 可以繼續帶動繼續上升 是的 看到現在螢光幕上是一個技術的圖表 沒錯 也看到其實右下角的強弱指標 特別是低了 是呀 沒錯 其實這是好的 因為股市開始有少許 找到支持位向上升 而下面的強弱指數 在維持比較低 等於說還有力量 不會太超賣 如果人們看著這個指數的時候 有進市來說 這個會向上有一個挺好的動力 是呀 可以看看黃金價格的技術 走勢的圖表 黃金方面 最近的升勢非常高 是呀 又回到1400元 是以上 所以要買金就趁手 我跟女朋友說 送兩金給你 最終不要八兩 看到金價方面 也突破到1400元的貨幣 最近的交投也很厲害 是的 金來講 始終是一個避險的市場 你給一下局勢 再加上其他歐洲因素來說 金價始終是一個很避險的地方 再加上現在開始說 醞釀加息的問題 如果是這樣的話 在一個投降 通脹的情況之中 金也是一個好的投資損勢 是的 除了金之外 大家都留意到油價方面 昨天這個油價可以收到 在一百美元以上 也都見到懷疑 看到一個技術圖表 也都現在看到 這個油價突破了藍色線 五十天線 也是一個很高的懷疑 是的 離開很遠 其實怎樣看油價 油價來說 我覺得現在因為這樣的局勢 影響升了一百元一桶 是意料中時的 但我覺得可不可以持續一百元 反而我有一點懷疑 因為始終油的產量在 再加上美國也不想油價太高 令到經濟可以被漸漸下來 所以慢慢下來 我相信油價會開始回軟 其實油價這麼高 剛才說在一百元以上 究竟可不可以持續是一個問題 是的 其實 如果即使在一百元 是九十五元以上 相對也比較高 其實是好事還是壞事 我不是很喜歡 樓價高得那麼厲害 你慢慢升到九十元 OK 但突然升到九十八元 對很多消費者來說 是接受不到這個經濟衝擊 變成整個市場來說 人家說入油的季 我可不可以少了錢 那就不行 但短期來說 因為這個油價升了的話 意思是慢慢升上去 最多很多可以燃油開菜的公司 包括我們加拿大 都是一個值得開採油價 變成油出多了出來的時候 亦都將那個十塊增加 令到油價可以控制在一百元樓下 是的 特別是我們加拿大 很多你知道是油沙開採 是的 油沙開採的成本是相對比較高的 當然 變成了如果油價高的時候 開採方面也都可以做得好一點 其實美國本身自己也有很多油去轉 所以在各方面來說 油價高令到他們開始開油 那油開始多油的話 就多了一個供應 沒錯 供應多了油又控制價錢 沒錯 說到這裡 一閃一閃先 可不可以去廣告休息回來 繼續拍攝這段時間 好 好 好